对于你是不是有印象 可能不一定有印象 但是如果我说起八爪鱼 你应该会很有印象 就是那个非常有特色的相机 或者是拍摄设备的一个稳定支架 但是这一次他们家新出了一个新的装备 不是八爪鱼了 叫做Grelipod Mobile Vlogging Kid 这么一个Vlogger用的这么一个套装 那么你可以理解为这个叫大猩猩支架 或者叫大金刚支架都OK 这有什么不一样 看起来 看起来就很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主体 那么支架的部分 跟我们所熟悉的八爪鱼是一样的 除此之外 那么上部还有一个手机的支架 还有两个横臂 那么可以支撑灯光或者是腹肌位 手机的这个支架 那么上面还可以安装一个麦克风 整体的这个样子看起来非常的彪悍 真的有点那个大猩猩的 那个特别能扛的感觉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产品的细节 那么手机的支架的部分 这个主体是金属 那么松动之后还可以进行横置 那么非常的方便 这个小的LED灯非常有意思 它名叫BMO Mini LED灯 这个整体来讲方方正正的 那么具备不错的一个防水性 水价30米都是可以支撑的 那么长按一秒可以开启 可以进行亮度的一个控制 那么一共有五档亮度可调 最亮与最暗的一个分别的续航 是40分钟跟380分钟 只用Type-C进行充电 大概140分钟可以充满 长按的话可以开启蓝牙 与手机中一个叫MyJobby的 这么一个APP进行连接 连接之后还可以进行闪光摄影 这个不是长鸣了 这个也是在拍摄夜景 拍摄人像的时候 也非常不错 在这个L1后部还有磁吸的结构 提供了更多的固定方式 套装里另外一个主要的部件 就是这个麦克风 那么Jobby的这么一个麦克风 还具备一个红色的弹性的支架 防止噪声 后部是3.5毫米的耳机孔的插入 另外一端就插到手机里面 随机也有跟iPhone进行连接的一个转移线 接下来我们来到实际的室外环境 来试一下这个麦克风的效果 那我现在也是通过它的连接线 连接到iPhone上 这个麦克风比手机自带的麦克风 到底好在哪呢 其实最主要一个特点就是 它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指向性 也就是方向指示不到的地方 它的收声会减弱 这样的话它会着重的来收听 我的一个声音 我先跟你来做一个对比 你来听一听这个效果 正向于我的这么一个角度 我能听到一定的这种声音效果 然后我逐渐的去转这个麦克风 这是这个麦克风的右侧方向的一个声音 能看着能听得出来一些变化吗 这个是正后方的一个声音 我音量没有发生变化 然后再继续去转 再继续去转 然后我再把它转回来 你能感受到这个声音的变化吗 这个就是指向性麦克风的一个 非常好的地方了 如果你去比如去集市 或者是去一些比较操杂的环境 这个麦克风就能集中去收听你的声音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现在是周壁这个麦克风的收声 你来听一下这个效果 一会我把线拔掉 我来试一下iPhone原声的一个收声的一个效果 我现在把外接麦克风拔掉 你能听一下它的声音的区别 这个应该是环境中的噪声会收入的比较多 而且声音也没有那么的清晰 所以用外接的麦克风去进行收声 那么声音的指向性 那么包括对周围环境的一些噪声的意志 都是会更好的 我们在录视频的时候 难免会遇到一些逆光的场景 比如像我现在这样 背后就是一个高光的一个大窗户 那么面部的色彩 面部的这种亮度 包括皮肤的质感都不是特别的好 这种情况你就可以把灯打开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怎么样 感觉差别非常明显吧 不仅皮肤变得亮了 色彩还原准了 而且质感 包括画质其实都有提升 而且我发现这个柔光罩的这个效果 非常的明显 我把它摘了你来看一下啊 如果不带柔光罩是这么样一个效果 真的是非常非常刺眼 而且这个光会非常的硬 加上柔光罩之后舒服多了 我再找一个更极端的环境 来看一下这个灯光的效果啊 那么现在这个基本上 约等于晚上的一个光罩效果 非常非常暗 连对没对上焦 我现在都无法分辨了 那我把灯打开再看一下 这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我觉得这个灯的效果 还是非常不错 而且它体积不大 重量也不沉 带着呢 不麻烦 必要的时候 就能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还是非常不错的 一个小的配件啊 我现在已经装上了 周比Vlogger的这个套装了 这个套装 好的地方就是 它非常的全 包括主地位 副地位 麦克风 还有灯位 它都具备了 不好的地方就是 它实在是太 太诈唬了 我举着这东西 好像谁都知道 我在录Vlogger 或者是 还在拍抖音 实在是有点 有点心理压力啊 不过好在就是 它的主机位 包括副机位 可以同时录制啊 这个效果非常的好 当然我的主机位 如果是拍我的话 我的副机位 可以让它去转过去 去拍其他的这个位置啊 这个还是非常好的 这个往前走啊 一个主机位朝前 主机位朝我 副机位朝前 很好 这个一个人就可以 干多个人的活了 那么灯位也可以 如果需要的时候 可以开启这个补光灯啊 这补光灯特别好 防水 而且呢 还具备一个磁吸 你可以找一些磁面 把它吸住 稳固的进行一个照明 也都非常的好 然后麦克风 具有指向性啊 那么不需要电池 这个是麦克风 非常好的一个特点 你不会忘记充电 直接往前走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效果 这个东西举起来特别 像举着一个 真的像八爪鱼一样 好多人 都会投来异样的目光 去看你啊 不过 做好一种心理建设 就没事了 要不然你举着这个 很多人都会 非常关注你 在干什么 在干什么 来看希望的田野 现在希望田野都养成大鹅 养成羊了 都变成了农家乐了 这个特别好的 就是我的主机位啊 比如现在我们2082主机位 然后拍我自己 尽管阳光非常晒 我眼睛已经正不太开了 手机作为它的副机位 可以拍我前面的影像 那么同时记录 这样的话 手机可以很方便的做切换 然后手机拍的影像 你能看到我可以切换到 一个超广角的一个视角 这是我的主机位 所不具备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 我用手机作为前端机位 去拍摄 用它的长焦端去拍摄 能看得出来 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 那么RX-XM2的这个对焦 是AFS的一个对焦 那么直接对到了脸上 这样也不会虚 不会发生变化 挺方便的啊 手机还可以很方便的切换 视角 撤展钢铁鼠啊 带你看一看这个 大型的机械设施 拖拉机 我天啊 我没 我还没进过这里面 这个 纯金属酿造的 纯金属的方向盘 纯金属座椅 哇 看看看看这夏苗 毫无意表团 前方视野极好 连玻璃都没有 这插机的感觉很棒 这一套也是周比为Vlogger用户提供的非常完善的一个解决方案啊 比较轻便 而且功能也是非常的综合 如果你需要的也是一个主要用手机拍摄进行收声 同时也需要一定的补光 最好还有一个负极位这样的一个使用场景的话 那我觉得这一套设备还是非常轻便 也非常综合的